112年6月12日 9时徐 警方获报人物区凤人路与人新路口发生交通事故 远警获报迟远现场 经了解自小客车驾驶照然行驶人物区凤人路半车道南向北执行 自称是因刹车失灵导致追撞前方停等红灯之七台 汽机车 本案相关驾驶人经警方酒策均酒策职为零 受伤民众共计有五位 一名送农总 四名送长根医院 均意识清楚 无生命危险 警方现场实施交通指挥疏导 详细造势原因 仍待进一步厘清 人物分局呼吁驾驶人行车上路应注意自身精神状况 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 以确保行车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